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昨天你應該還記得 昨天尾盤的時候 MSCI它調整權重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通常這種調整權重的最後一盤 都會爆大量 所以台北股市在昨天的時候 原本漲個40點左右了 結果最後一盤爆大量漲了197點 就是說你台北股市 多漲了150點起來對不對 那昨天最後一盤的時候 也爆出了1586億的大量 那各位通常這種情況 就是說MSCI的調整權重的 那個最後一盤 它一定會爆大量 但是爆大量是大漲還是大跌 這就很難說了 昨天是漲了150點 我之前還看過 那個爆大量之後 台塑南亞幾乎快打到跌停板 所以當天那種MSCI調整權重的 那個最後一盤 跌了三四百點以上 那通常在MSCI調整權重的 最後一盤會大波動 那隔天它會怎麼找 如果說你前一天是漲起來的 隔天會把它漲跌回來 如果說你前一天是跌下來的 隔天就會把那個跌的再漲回來 所以台北股市你就會發現到 台股今天盤中跌了150幾點 最低跌150幾點 那目前跌100點左右 是不是這就是說它把昨天MSCI調整權重的 這個指數它再把它拉回來 所以就造就什麼 指數就在那邊走震盪 所以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 你就會發現 跌升反彈的架構並沒有什麼變 今天不管漲或跌 因為昨天談起來今天又拉回 所以目前還是在跌升反彈的架構裡面 對不對 這個東西跟我們之前講的差不多 我就說破萬六之後它會反彈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反彈的格局 它什麼時候會見高點 什麼時候會結束對不對 那各位 最近這幾天台北股市連漲了三天 如果你低點沒買 現在已經也煩惱了 到底我現在來不來得及 到底我這裡會不會去追高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的測標就寫了 反彈何時會見高點 到底可不可以買 重點還是要買什麼 那我要怎麼去研判 這個反彈它會不會結束 所謂核時見高點 這個時間點 我們近期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因為你六月中 連總共還要再升級兩碼對不對 這也不是最後一次 七月還要再升級兩碼 如果這是最後一次 我跟你講就離空出境了 但是因為它不是最後一次 所以以時間點來看 越接近六月中要升級的時候 然後這要注意一下 問題是你今天才六月一號啊 你六月中還有點小距離嘛對不對 但在這中間的過程裡面啊 它會不會就突然出現壓力 那這個研判的標準 它到底在哪裡 今天我測標有寫了 有兩個很重要的指標 一個是公債的殖利率 另外一個是油價 好 我們就直接來說明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盤我們就跟大家講過 跌升出現反彈 但是已經開始要接近到六月份了 所以我說這裡的震盪會開始加劇 我們要提防說會不會先彈後壓 那當然昨天美國股市也讓你看到嘛 美股彈起來昨天有小跌嘛 跌幅不大啦 早盤稍微有跌多一點 不過你會發現有奇怪怎麼搞的 跌下來會有點亮 高科技股昨天也稍微有點壓嘛 壓一點點啊 廢半也是一樣嘛 那目前美股也是在 跌升反彈的架構裡面 那當然美股這次會反彈的原因是什麼 一個就是人總會主席報了說 九月份啊 可能 到底生不生息再說啦 那當然我說過啊 那個你還要看七八月份 八九月份 那時候的PPI跟CPI指數嘛 那個再說啦 但是他們這次會反彈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 PCE的指數呢 它沒有在創新高啦 所以大家認為說 通膨是不是到頂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是不是到頂我不敢講 這兩天我有跟各位講過 德國十月的CPI年增4.5% 它創下28年以來的新高 就是說二次大戰以來 德國的物價是 來到這裡是最高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啊 當你的物價高漲的時候 你看 昨天美國股市小跌喔 結果德國股市大跌 跌了1%多 法國股市也跌了1%多 所以你不能說物價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到底 我覺得還言之過早 但是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會不會對股市有影響 那當然通膨還是一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要從哪裡看 我說這是CPI嘛 消費者物價指數跟油價 紅色是油價嘛 藍色是物價嘛 你就看啊 物價會漲 它跟油價是息息相關啊 只要油價跌下來物價又跌下來 如果說你油價漲上來 油價漲上來 你物價就往上漲嘛 所以我說你到底這個反彈 會不會見高點有壓力 第一個我們就先看油價 好 所以你來仔細看 油價這幾天啊 它已經突破前面的高點 已經突破前面的高點 就是說它這個底啊 已經開始打出來了 這個底已經打出來了 之前的那個低檔的支撐啊 守得很穩 有沒有 之前因為戰爭關係衝高嘛 當它衝高之後呢 已經開始出現震盪嘛 但是底都不會破 那現在景線呢 都已經突破了嘛 昨天油價最高是 已經來到120塊左右 好 那昨天稍微有壓回 壓回到115了 但是你還是站上景線啊 那當然如果你稍微注意啊 物價跟油價有關 所以你油價漲你通膨下不來 所以呢 近期你要先注意一個指標在哪裡 就是油價 它不可以過前高哦 前高這個位置差不多在124.7左右啦 昨天115啦 還稍微有點小距離啦 好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指標 因為如果說你油價還在往上漲 通膨一直往上攻嘛 你對股市一定會有壓力 所以你說反彈會不會見高點 油價是第一個指標 好 那第二個指標在哪裡 6月中就要升息了嘛 好 那接下來開始要動什麼東西 就是美國10年級公債殖利率啊 5月份升息兩碼的時候呢 公債殖利率最高已經來到3.2了嘛 結果呢 後面開始休息嘛 那我就跟你講 我說因為離升息還很 還有一段距離啊 所以它漲多整理合理啊 你看哦 這個漲多整理前低都沒有破嘛 你不能說公債要開始跌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接下來還要升息啊 所以你看它昨天漲了多少 3.8% 它又回到哪裡 昨天收在2.84了 所以你注意一下哦 如果說因為6月中要升息 結果呢 你公債殖利率呢 又開始往上動 甚至於你去過前高 過前高是哪裡 在3啊 如果又站上3的話 我跟你講你不用講 不用講那麼多 股票先賣一賣 因為這波因為公債殖利率往上攻嘛 造成什麼 這我之前有跟他講過啊 因為你公債殖利率的利率往上飆嘛 造成股息殖利率一比的話 就相對比較低嘛 所以呢 就造成什麼 高估值的電子類股下跌嘛 所以呢 兩個重要的指標 一個油價 它會不會繼續走強 這關係到物價 這也關係到通膨 那第二個指標呢 就是公債殖利率嘛 如果佔到3的話 趕快賣一賣 很清楚啦 所以台北股市或者是美國股市 到這個時間點都還在反彈架構裡面 但是我們要提防什麼 會不會先談 後壓 會不會因為 會不會因為後面升息的時間點到的時候 又出現壓力 那這個地方就看一下 公債殖利率跟油價 OK 好 那再來 那你現在盤勢還在反彈格局裡啊 那現在到底要怎麼做 怎麼做 我真的跟大家講啊 先談後壓之前啊 選股決勝負嘛 是不是 既然有反彈 那你不能說你不賺啊 可是呢到現在為止就很頭痛啊 你看很多人都很頭痛啊 奇怪盤是有彈起來啊 對啊 真的有彈起來啊 可是你會發現到奇怪怎麼搞的 一堆股票它彈不起來 甚至還在跌啊 你看到那個融資有沒有 都在增嘛 這代表什麼 指數是漲上來 可是你賺不到錢啊 這樣的個股不是一檔兩檔 我們再仔細看喔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指數有彈起來啊 可是就彈不起來啊 你看 很多股要都這樣啊 到現在為止 融資也沒什麼減啊 融資還要再增加 結果呢個股彈不起來 好 你注意看 一堆喔 你看喔 都橫在這裡嘛 是不是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有沒有 你看很多個股就橫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 各位 那就重點來了 這要怎麼做 我必須要跟你說啦 你注意看喔 不要說跌的時候啊 你逃不掉 像盤有彈喔 可是呢 漲的時候你又賺不到 我問各位啊 如果你的操作是這樣的現象的話 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講一句 你賺個屁啊 真的啊 跌的都有你的份啊 漲的時候你又賺不到 你做股票不是都在賠嗎 是不是 那這樣怎麼賺得到錢 那當然你會說 那到底要怎麼做 什麼樣的個股能夠在這種 台北股市談起來的時候 你的股票要脫離盤局啊 對你而言才有意義嘛 不要說跌都有你的份啊 漲你都賺不到 好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他能夠脫離盤局再往上攻 各位 近期我們都跟你講 我已經跟你預告 什麼樣的個股他能夠談得上去 那到底要怎麼去選股 到底要怎麼去抓股票 各位啊這樣子啊 看完這段VCR我們來印證嘛 到底我能不能說 跌的時候我有讓你逃掉嘛 我們沒有受傷嘛 但是漲的時候你要賺得到啊 如果連漲都賺不到的話 那就不用做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到底漲的時候你要怎麼賺 方向在哪裡 標的在哪裡 看完這段VCR我們來印證 好不好 導播請播VCR 謝謝 接下來的個股在哪裡 各位 我建議你啦 下一檔個股 你這一兩天你趕快把握住 因為我認為這兩天這檔個股 就要往上攻了 為什麼 它四月份的營收 創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它也是台積電本身的供應商嘛 它產品跨足5G車聯網 低軌道衛星什麼元宇宙 那這檔個股呢 目前的股價 大致上就在這個月線位置區啊 這邊走區間 但是今年已經開始慢慢 來到月線上面了 比如說這裡稍微補個量 它要開始出現起漲訊號出現 所以有些個股 我們都在低檔的時候呢 我是建議你啊 你先把你成本壓低 這個盤的做法就是這麼做 而不是說看到指數漲起來了 哇 我趕快去找股票 看什麼股票最強 趕快去追 區間盤不可以這麼做 好 區間盤要怎麼做 我們剛說嘛 這個盤在先談後壓之前 我們就選股決勝負嘛 重點是 你的股價漲得上去啊 如果說到現在為止啊 盤攤起來之後你的股票是這個樣子 那就不要買了啊 不是嗎 指數不是沒有漲啊 是漲啊 所以呢 你要懂得去 把那個漲得上去的股票 把它選出來 怎麼選 你去看 剛那段陛下是5月17號啦 那我們那時候呢 是拿這張圖來跟大家講 我昨天已經公佈了嘛 5月13號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介紹宏觀 你看5月13號台北股市在哪裡 對吧 在這裡嘛 你會想說 那時候跌下來為什麼你敢在這裡嘛 各位你再回頭來看嘛 5月11號 我就跟各位講啊 破萬六之後他會反彈啊 是不是 啊既然會反彈 你要懂得去抓到什麼 反彈能夠上去的股票啊 所以咧 5月13號那時間點 我們就開始介紹宏觀 然後呢 5月17號我跟他講說 他在月線附近走震盪嘛 他開始在走擴底 但是擴底慢慢站上月線之後 他就往上攻了啦 所以咧 你注意看嘛 5月19號我跟他講宏觀嘛 5月20號 我還是跟你講宏觀啊 因為那個底已經打出來了 接下來要注意啊 當他一過緊線 那個底部就完成了嘛 是不是 不是 5月23號我還是跟他講宏觀 你去看那些袋子 所有的袋子都在VCR裡面是證據 我們不是看到漲 然後每天拿那個漲的來跟你講 沒有啊 我跟他講啊 我的操作 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所以咧 5月13號那時候開始有低點 我們就進場去買 155嘛 各位你看我現在給你看到是什麼 買的抠訊喔 會員有做我一定有買 當然有買一定有抠訊嘛 是不是 所以155塊左右交你進場去買 買完之後咧 昨天漲停了 是不是 不是 昨天這一漲停起來 我買在這裡嘛 一漲停起來 有沒有突破盤局 有吧 我就跟你講過啊 我就跟你講過啊 很多股票到現在為止啊 到現在為止突破不了盤局啊 該賺你沒賺到 啊賠的時候呢 跌的時候你都在賠 所以呢我們低檔買完之後 突破盤局 昨天空漲停 今天再創新高 賺不賺得到 很清楚嘛 你看到現在為止快三成啊 問題是你不低檔買 你什麼時候要買 朋友跟他講喔 今天你就不要再追囉 因為我們已經快三成了嘛 昨天這個地方低檔買 買完之後呢 昨天漲停再創新高 我們今天開始獲利調節了 我的做法就這樣 有買有賣啦 喔不是都買啊 就一直叫你買一直叫你買 要不然就呢 每天拿那個什麼 漲停版的call訊 你看你看我漲停版 漲停版了 奇怪你有漲停版的call訊 為什麼你沒有買進的call訊 所以我說啊 我的做法是 怎麼買我告訴你 有沒有 我還事前跟你預告啊 什麼東西要動嘛 結果宏觀到今天為止快三成 不是只有一檔喔 你再仔細來看喔 5月12號那天 我在節目裡面就跟你講 我去買APP 你看喔 5月12號在哪裡 當年是不是大跌 對不對 重點是 我5月11號已經跟你預告了 這個盤會談啊 所以有低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去買啊 買完之後當天工漲停 讓你看到上來嘛 可是他盤比較久一點 沒關係 我們成本夠低嘛 現在很多人都跟你講什麼 講APP啊 是不是 重點是我的call訊在這裡啊 我都買進的call訊啊 有沒有 這裡叫你買嘛 工漲停之後走整你嘛 他沒有破月線我續爆啊 而且我成本低啊 我不怕你吸貨啊 結果到今天呢 再工漲停 25% 漲不漲得上去 同學你注意看喔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能夠脫離盤局 到今天為止你會發現到啊 我們的股票宏觀創新高 我們的股票 低檔買 愛普今天也創新高 好啦或許你會說 老師我資金沒有那麼多 好沒有關係 有沒有 資金大小 這個地方我會幫你去掌握 你能夠掌握到的股票 再舉個例子來講 我昨天也破過這段VCR嘛 5月30號嘛 那時候我跟他講啊 這底打出來啦 這個股票要動啦 是不是 我幫你去抓那個什麼 底部已經完成了股票 而且籌碼穩定的股票 融資該洗的都洗差不多了啦 所以咧 昨天就跟你講台亞嘛 你看喔 禮拜一 叫你去買台亞 買完湯天收高嘛 還沒有大漲還沒有大漲 會漲嗎會漲嗎 隔天漲停 不用買吧 前一天你買好啦 結果呢 低檔買完是不是創新高 你再回頭來看嘛 今天有沒有繼續讓你看到 再創新高 有沒有 你說要怎麼賺 我就跟他講啊 你不要說每次喔 跌的時候你都逃不掉啦 啊漲的時候呢 你又賺不到 如果你跟的老師是這個樣子的 那沒有什麼好跟啊 像這波整個反彈的架構裡面 除了事前跟你預告嘛 你破萬六一定會先談一下嘛 但是該做的股票我們 我不會讓你失望啊 你看嘛 5月10號那時候叫你去買聯電啊 第一檔買創新高啊 那時候呢 那5月份有低點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佈局到立基店嘛 有沒有 這波反彈你看是不是也已經創新高 也叫你賣嘛 啊這個第一檔起來之後呢 買進之後呢 也叫你賣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今天我給你的股票不多 甚至於我是有買 我是有賣 賣掉之後呢 我們再去買下一批要準備輪動的個股 而且我給你看到的 都是買點啊 股票已經很多個股漲停盤啊 可是我要拿那個什麼 啊功課會員漲停盤嗎 我可以跟他講我做30幾年了 這30幾年啊 我的股票已經不知道多少檔股票漲停盤 我已經數不清了啊 漲停對我來講是麻痺啊 漲停就漲停啊 應該的啊 我都做了那麼多的功課 就是因為看好才叫你去買 買完之後漲停 我覺得是正常的 所以我說 只有讓你看到什麼漲停版的call訊 那都騙人的啦 真的啦那都騙人的啦 既然你漲停版 你為什麼不拿出買的call訊給我看 很多人都是啊 漲停在叫你去買 要不然呢 搞不好沒有買啊 所以你會發現嘛 我們的股票怎麼買 拉高之後我叫你賣 第一檔怎麼買 拉高之後我叫你賣 第一檔有買 拉高之後我叫你賣 30號禮拜一買進之後呢 昨天漲停 今天再創新高 有沒有 那今天我們的個股呢 也讓你看到啊 艾普第一檔買完之後創新高嘛 25%了嘛 宏觀第一檔買完再創新高嘛 28%嘛 快三成啊 所以我說 該賺的我一定要讓你賺到 但是呢該賣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讓你跑得掉 總不能說啊 跌的時候呢都有你的份 漲的時候呢都沒有 那就不用做了啦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啊 你要慎選老師啊 因為最近啊 市場上解盤都奇奇怪怪的 什麼叫奇奇怪怪 最近電子類股是有談的 可是很多老師呢 都在罵航運股啊 都在罵傳產股啊 同樣我跟你講 你來仔細看 今年以來你去買電子的 你早就掛掉了 這1月份啊 今年以來你去買航運股的 你還是賺錢的哦 沒有沒有沒有 兩張圖一起看 好了不要說今年年初啦 3月份以來你買電子類股的 你也掛了啦 3月份以來你買航運股的 你還不會掛啊 你現在還 頂多沒有什麼賺賠而已啦 那我問你啊 到底是電子搶還是航運搶 你不要亂找老師啊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 我是建議各位啊 這個盤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因為接近到6月中的時候 你就注意一下 那個聯準會升息 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但是呢 我要怎麼看 在這段期間裡面去看 到底會不會影響比較大 公債跟油價嘛 那能賺的時候 你就盡量賺嘛 那當然前面的個股 如果你措施的 我建議你了 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 接下來有一檔個股 我覺得6月初他要動 因為這是跟營收成長有關 這類型的個股啊 因為他今年4月份的營收是創 今年新高嘛 等到下個禮拜公佈 5月份的營收的時候呢 他的營收還是會成長 所以這類型的個股呢 他會突破盤局再往上攻 所以呢我們一檔一檔這樣子來做 不要說叫你去買一堆 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你們認同 如果要認同我們的方式的 趕快跟著一起來 該買該賣 我都分得很清楚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5月5慶丹舞 運打投顧 全面給您五五折大優惠 全面給您五五折大優惠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投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心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5月5慶丹舞 運打投顧 全面給您五五折大優惠 全面給您五五折大優惠 舒服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這波的反彈 到現在為止 我們累積了不少獲利 之前低檔買的聯電創新高 之前低檔買的利基電也創新高 梁維也創新高 這批我們先賣掉 後面我們買的股票 比方說宏觀 今天創新高28% 艾浦今天漲停25% 台亞今天也在創新高 有沒有 接下來漲的股票在這裡 趕快好好把握 好不好 如果說你今天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該買該賣 我覺得分得很清楚 所以呢 歡迎你 公司有個端午節的一個大優惠 歡迎你來電諮詢 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全盛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